妳可以接觸男友肉體體會嗎 我就跟著男朋友講說 所以如果你跟外國人可以 但亞洲人就不用了 因為我已經很齊平了吧 很齊平了吧 就是如果你想要體驗一下 不同人種 然後妳在距影院的角色是 罵前男友 然後在網路上走走 對 現實生活中妳有可能就是跟朋友罵啊什麼 我不太會欸 我覺得每個人的那個 跟不同人的緣分不一樣 然後那都是他們之間因果關係 就可能他會這樣對我 但他未必會這樣對他 那我不希望我的判斷 去影響到我朋友對這個人的想法 所以我可能會 束縛會講一些小事情 但我不會去影響到別人對他的想法這樣子 妳看前男友都還是朋友了 欸沒有連我了 就是真的是緣分近了 不是那種什麼不合或什麼 就是真的是 也沒起必要聯絡 有 妳有聽過渣男嗎 怎麼樣的定義算渣啊 我覺得因為每個人的接受度不一樣 這個時候會讓妳別渣 我覺得不要騙 妳如果用騙的的話 我都覺得就是渣 可是如果不是騙的的話 我都覺得 妳一開始跟我承認 就是我就是喜歡很多 我就很花心 這種我都覺得OK 我如果喜歡妳的話 我就是真的會 就是好的不好 我都會想辦法接受 對 但我不一定要跟你在一起啊 就是戀愛腦欸 哇 妳可以接受男友肉體的覆蓋嗎 我曾經有比較ㄎㄧㄤ的一個經驗 是我就是跟了男朋友講說 我說如果你跟外國人可以 但亞洲人就不用了 因為我已經很肌皮的版 很肌皮的版 所以如果你想要體驗一下 不同於人種 對 在安全跟健康乾淨的前提下 我覺得OK 就你情我願 但我也不會生氣 吃人前衛 好前衛啊 我跟你講 反而這樣聽到他就更不敢 更不敢做什麼事情 不是你的 你怎麼抓就不是你的啊 那你這樣跟他講 就好喔 他就是很乖 就是真的很乖很乖這樣 謝謝 謝謝 然後大家學很乖 亞洲極體 完蛋了 畢竟我也是他身材手紅的吧 我又不是看其他的 我而言 學者 你怎能說 突然是 別管 非常 社員 ninja